沿路遇上 世上百万人 谁人是真的有缘分 人类情感 研究并且贪心 每日里 多少结合再分 怀着少年初心 就算单纯天真 我仍然笑着恨 再十回自我加点信心 无论再动来动我为你想坚定 当所有女人缘得及爱情 又当想找安定 誓约多无神圣 做过焦点 但今与平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热炼 关掉手机 关掉手机 别打扰我们两个人聊天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阿肥 我跟欧巴最好的朋友 他有手机也是欧巴给我买的 告诉你啊 外公买了很多车给你啊 外公拿给你看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一辆就是 厄瓜多尔的甲虫车 还有啊 这辆是救护车 谢谢外公 真乖真乖啊 这辆越野车厉害了 又能上山 又能潜水的 还有一个遥控器 你喜不喜欢 太棒了 我将来要跟我外公一样 去很多地方 还要在船上当厨师 小傻瓜 男人要有远大志向嘛 对不对 你应该呢 要学你爹地当总建筑师 多赚钱 然后跟妈咪爹地 坐游轮环游世界好不好 怎么了 这么一提到爹地妈咪就不开心了 喂 到底爹地妈咪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看着我 四伯爹 佳佳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佳佳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佳佳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啊 有没有啊 没有 我们刚刚从警局回来的 你们呢 佳佳的手机一直都打不通 对不起 菲姐 对不起 如果佳佳有什么事 我真是成了千古罪人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喂 琳琳 你究竟跟她聊什么 聊到连家家不见了都不知道 都是因为杨弘历啊 突然跟那个苏蝶搞在一起 连我怀的宝宝都没人管 我卖了房子 停掉她的水电 信用卡 她公司所有东西都停掉了 没人理我 我只能拉着高太太说 你怀孕了 你说杨弘历跟苏蝶出轨 你把房子卖了 我一直都很想告诉你们她 但是你们全都不理我 只顾着金刚塔项目 对不起 对不起 冷静 冷静 先冷静 你觉得佳佳失踪这件事 会不会是熟人做的 会不会是言成功 他恨我抢了金刚塔的项目 所以拐走了佳佳 你为什么老是把货引到家里来啊 喂 你们不要无限放到你们的想象好不好啊 我也可以说是你的荣浩田 怕我跟你复合 带走佳佳的 不会啊 他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我跟佳佳的 是 严谨思 哦 这么晚麻烦到你跟你的兄弟 真不好意思 好 谢谢你 我等你消息 怎么样 什么都按程序做就完了 我的警司朋友 说已经交代了这区的兄弟 要我耐心等消息 他要我发一张佳佳的照片给他 我有 儿子跟你的照片我一直都有 还有啊 麻烦你发张那小子的照片给我 你手机里应该有的 荣浩田的照片 我手机里有 我发给你 美类 麻烦你也发严成功的照片过去 对啊 你肯定有 赶快发过去 你手机肯定有 哎呀 幸好外公年轻 爬得动 早知道叫那辆车 在这里停了 外公 我们就是搬到这里来了 哇 搬到这里就家变了 这熊还赚了一大笔钱给我 这个货看来不简单 外公 妈咪是跟爹地一起 还是跟欧爸一起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再特地赶回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啊 那等一下 你回去以后 千万不要说见过我啊 先把车还给我 为什么 你既然没见过我 又怎么会有玩具车呢 等一下我上去以后 再送一次车给你 你就能再开心一次了 那你现在就当落底 然后我们两个坐屋见到好不好 好 好 几个掌 先喝杯热肠 别太担心了 家家没事的 阿飞 车钥匙给我 我想开车在附近找找 有电梯声 家家 吓死妈咪了 家家 你去哪儿了 家家 没事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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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来 过来坐下 快到妈咪这里来 家家 去哪里了 是不是被一个四眼男带走的 他是什么人 带你去哪里了 有没有带你进厕所 或者脱掉你的衣服啊 有没有被人摸摸 就是老师教过你的隐私部位 要不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少带带的 糟了如浩天带头你的 不过真被人欺负了 谁弄哭我外孙呢 你们干什么 谁弄哭我外孙 爸爸 爸爸 浪子叔叔 你的船不是在阿根廷吗 本来是这样 剑雄会了一笔钱给我说加便 我不回来怎么行啊 你们干什么呀 害得我外孙差一点被人拐走了 不要怕 家家 来 来 家家 不许说谎 老师跟爹地说 你今天去哪里了 那个四眼男有没有做什么 让你不开心或者不舒服的事 没有 爹地 我今天真的没事 我想出去见外公 家家想不想家里有爹地 如果你不想爹地走 记住 经常跟妈咪说很想念我 很想每天见到我 很舍不得我 知道吗 嗯 爸爸 你最爱喝的陈皮普尔 哇 哎 谢谢谢谢 那 我呢 买了几套情侣装 好 本来打算送给你跟剑雄 不过现在 嗯 你送给剑雄也好 送给你新男朋友也好 你自己决定吧 啊 我知道 你一直都很喜欢剑雄 他还转那么多钱给你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喂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是帮里不帮亲的 你看看 这套房子在香港 没有多少男人 有本事买得起啊 倒杯茶给爹地 好 咱们 赞 我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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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坐在外公腿上 之前不开心的事情 把它全都忘了 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 外公很爱你 我走到哪里 都会买你喜欢的车给你 开心了 太棒了 这是甲虫车 这辆甲虫车 是复古款的模型车 好了 这辆就厉害了 这辆越野车 还有个遥控器 它不仅可以爬山 还可以咸水 这辆救护车 这辆救护车非常大 你看 就算坐七个病人 都可以载得下 佳佳 为什么外公送你这么多车 你好像还是不开心 佳佳情况不太稳定 我今晚留下来陪她睡 再问清楚四眼男的事 爸 你说呢 她不跟你说 一定会跟我说的 来 佳佳 爸爸 你想我说什么 先别说谁对谁不对 佳佳失踪了几个小时 你那个姓田 还是叫阿田的 如果他真的关心佳佳 也会打个电话来 可惜他没有打 田田 容老板 容老板 田田醒了 我去请医生过来 好 浩田 你觉得怎么样啊 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医院 我记得 你在车库 见到你的跑车 撞到变形了 你追打我 哪怕你也太狡猾了 还假装摔倒 踢我一脚 所以我就撞到了头 然后我就眼前一黑 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件事是半年前发生的 你不记得你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吗 北京 是东京吧 你不记得了 还有我 我跟苏蝶在闹分手 他现在怎么样 周医生 麻烦你帮浩田检查一下 好 医生 老先生 你先看着前面啊 那盯着我的手指 你叫什么名字 荣浩田 今天是几月几号 不记得了 医生 他与时事好像不记得了 头部受过撞击 很有可能短暂或者局部失忆 我们会带他去五楼做个详细检查 好 故事谢谢 先把床调高 有没有想吐或者觉得头晕 谢谢啊 不客气 看来他脑子自动删除 从日本回来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说兰飞在他生活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的手机呢 在我这里 床调高 1分钟 爹地 这个相框不转了 这种花哨的东西啊 都看两眼就会做噩梦 不需要啊 爹地呢 明天做一个照片墙给你 把我们的照片贴上去 然后呢 处理掉那个礼物树 还有丑八怪蜡烛 好不好 这么丑的东西 我爸给你的 骗小孩子的 如果他真的关心你啊 你不见了 他不会到现在 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啊 那有爹地在这里 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明天爹地把你扔掉 乖 来 快睡 晚安 不会这么小气吧 你在干嘛 这么晚还不睡啊 爸爸 你快问剑雄 什么时候走啊 走什么走啊 十二点多了 要走走就走了 喂 看来他想复合 你是真的变心了 你别弄错了 是他先出轨的 我现在正在跟他分居啊 老婆 我的浴袍在哪里啊 喂 他真的想复婚呢 无赖 男人就是这样啊 你让他进了你家 他就想进你的房间 进了你的房间 就要上你的床 上了床呢 就想盖你的被子 哎 不管怎么样 剑雄兜兜转转 还是转了一大笔钱给我 我跟你说 这个人害过你女儿 害得我差点连眼睛都哭瞎了 你敢用他的钱 没人心 我没有用啊 我打算留给佳佳的 总之一分钱都不准用 老婆 还有我的睡衣呢 喂 你真的连一件衣服都没留下 你别想在这儿过夜啊 佳佳睡了 你可以走了 我答应了佳佳留下来陪他 我不想他失望啊 现在爸爸也回来了 一家人在一起 佳佳会很开心的对吧 如果当初你顾及儿子的感受 就不应该扔下一份离婚协议 给我签就走了 我说了我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我全部都赢回来了 总之我对你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 爸 接到睡衣给我 我今晚是不会走的 好大一股男人味啊 看来他们真的是分房睡 不会吧 房间空荡荡的一张照片都没有 这个欧巴真的很神秘 我会儿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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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你一声 我刚到英国 我会继续我的学业 也希望你继续你的生活 做人有始有终 想跟你说一声再见 浩天 你为什么会突然去了英国 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一直都想读完一课 也是时候重整我的人生 你的人生也应该重整 大家都重新出发 祝你的事业和人生 都有新的开始 你是不是气那天 剑雄帮我挡酒应酬的事啊 昨晚佳佳走失了几个小时 我好害怕 我很想你在我身边 应该照顾你们母子的人不是我 其实一直以来 我对你只是好奇 而不是爱 忘了我吧 因为我已经把你们放下了 祝你和佳佳生活的健康幸福快乐 容老板 照你的吩咐做了 我吩咐你做什么了吗 我不懂你说什么 你拿他的手机干什么 如果叫他爸 他都没骂我 表示有希望 如果臭小子还赚钱到我的账户 说明他对阿飞还没死心 为了阿飞跟外孙 我一定要拿尽好处 我一定要拿尽好处 爸 你说句话 你不说话我不习惯 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先说点正经事吧 我身上呢 现在没有港币 就只有外币 你帮我换掉这些外币 我没有带钱包 我只有信用卡和巴达通 香港现在流行用电子货币 虽然你跟阿飞离婚了 但也没必要耍我对吧 你跟我们一起住 要花什么钱 我没诚意 就不会把阿飞还给我的钱 转到你的账户了 好了 再说回正经事 你是不是为了 那个姓严的女人跟阿飞离婚 那个时候 我内地项目的钱还没有到手 现在全部都搞定了 同行里只有我一个人 在北方站的主角 现在我跟那女人 没有任何关系 你真是没用啊 赢了事业 结束了家庭 没了老婆也没了儿子 身为岳父呢 我说你失败 身为男人呢 我说你失策 当年你什么都没有去拉飞 你很自豪地说 哎呀 我有个多功能老婆了 现在赚到一点钱 就不学好 找个不同功能的老婆 你个臭小子 爸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被你臭骂一顿了 大家都是男人 男人有多快你懂的 阿飞最听你的话 你帮帮我吧 我很想回自己的家 这么辛苦栽培你成才 没道理双手送给别人啊 这么蠢的事 我不会让阿飞做的 谢爸 先不要谢我 我还没说完 男人变心呢 大多数都能回头 女人变心就很难回头了 所以我回到家里看到那些布置 我觉得这个欧巴呢 应该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 看来他应该比你还帅 有没有这么完美啊 他配不配得上啊 阿飞只是为了气我 那个臭小子 根本就是一个有手好闲 吃饱饭 没事做的废物 老爸有钱 什么都不用做 他看到我家里没有男人呢 就趁虚而入 根本就是个小人 他长什么样子 很像他 他 跟他差不多 不是吗 是啊 我这样都喜欢 你也不好啊 害得阿飞太寂寞 只要你站在我这边 一定有机会 有什么机会啊 阿飞交代了 不许用你给我的钱 我只能帮佳佳看管着 等他十八岁再给他 我跑船跑了这么久 也存了一些钱 我不知道你们的打算 我打算呢 帮佳佳 存个教育基金 万一你们有什么事 他还能继续读书 我是佳佳爹地 这些事呢 应该是由我来负责的 成功 是 能不能义 你 能不能买 我们 有什么事 会 也变得没问题了 十二年后才能用 你怎么会失手啊 彼此有保障 大家都安心 来 吃饭 吃完饭可以去银行 阿飞 是 就按刚才开会说的去做 我们着手准备 金港塔餐厅的装修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亲自飞过去看一看 你要不要带佳佳一起过去 她的机票 公司可以帮她一起出的 好啊 真的 那也好 反正她在放暑假 我说过 一辈子都会支持你 金港塔没有你 根本就不会成功 你的要求我都会配合 谢谢你 邢老板 谢谢你体谅 佳佳 刚才等妈咪开会 闷不闷 不闷 安妮阿姨 你怎么有电话 也不接 佳佳 这个是欺负斯雷姐姐的人 打来的 我们可以不理她 阿姨等一下 带你去吃下午茶 好吗 好 对了 张德弗那边怎么样 她在北京上了私人飞机 会被我们找不到 一回到香港呢 就去山顶医院陪着梅夫人 梅夫人看她回来没什么事 我想已经原谅她了 那就好 其实梅夫人真的很疼她 希望这次的事 不会给她带来麻烦 不过呢 最近很奇怪 一直找欧巴 还有该死的损事都找不到 我也很想要吧 你们不用找了 她从英国发信息给我 她说已经放弃这边的事 留在那边读医科 也不错 走吧 来 你们两个在金刚塔项目上虽然有些分歧 张德弗那森扬奉阴违的事 我也不打算追究 夫人 违讯跟兰飞的配合将会是金刚塔美食区的亮点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 现在我就给你们两个机会合作 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地合作下去 夫人 你也知道 合作讲求理念相同 所以我要你们两个分工合作 成功负责搞好对外的关系 庄纳森负责管理实际的工作 相同的理念非常重要 我想梅家跟严家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我想夫人是想纪念梅诺金爵士跟我爷爷爸爸的友情 对 你爷爷曾经帮过爵士一个很大的忙 我想你们两个完成爵士的遗愿 让两家以后世世代代都携手做膳事 这样实在太有意义了 那这就是我们家 还认不认得 还有些印象 这只小猫好可爱 谁的 这只阿肥是你的 你小的时候养了一只灰色的小猫 后来不见了 你很不开心 有一天你看到它 是一对的 有一只圆的 一只扁的 你觉得它很像你养的那只小猫 所以就买回来了 你去哪里都带着它 没有它你睡不着觉 是吗 那另外一只扁的呢 你送给别人了 送人了 送给谁了 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哦 是这样 你之前认识一个模特儿叫苏蝶 带你们去日本旅行之后呢 就分手了 你还跟我说 回来后要忘记过去 努力读书 谁知道 一下飞机就被人撞到失意 你这么说我有印象 不好意思 那还有 你之前的手机丢了 我买了不新的给你 谢谢 不用 等一下 我好像觉得有点奇怪 我之前跟你的关系 是不是没这么好 不是啊 你一直很孝顺我 很尊敬我的 容老板 你的朋友陈景森那边打来电话 说机场的监控 拍到撞到田铁的四眼男 身份还很特别 有多特别啊 扶稳了 妈咪 今天爹地带我去会所呢 做运动 一身臭汗 爹地帮你洗澡 哎 佳佳自己会洗澡 你可以走了 谢谢 我始终担心那个四眼变态男 会再次出现 再忍那几天 爹地我没有毛巾 你们再去洗澡 去洗澡 你不要这样 回去进去 到这里 我说 他想不通 他想不透 他想不透 贱人小三 看到你就烦 看到你就烦 抢我老婆 抢我儿子 你想得美 抢我的家家 你想得美 你想得美 喂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别伤害我家里任何一个成员 喂 严谨思 找到拐走家家的四眼男了 还记得他住哪里 是蓝蓝先生吗 是啊 什么是啊 警官 有一名戴眼睛的中国籍男子 事件跟几宗侵犯及上任案有关 请你跟我们回警署协助调查 天地良心 我真的不知道我撞到人 要是知道 我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对吧 爸 最重要是对方没事 临时又说不告你了 你真算是中奖了 还是双重奖啊 竟然会这么巧 有个四眼男专门侵犯小孩子 我呢真是好心被当成坏人 你们两个四眼男都不是好人 喂喂 你不要生气啊 我带走家家 总比被别人拐走好对吧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睡不着 我担心家家被变态侵犯 又怕家家有童年阴影 我还担心整件事有人幕后指使 就是啊 爸你也是的 真的不应该交家家撒谎啊 骗爹爹妈咪他被人拐走啊对吧 你不是吧 没我你可以回家睡吗 你不帮忙还踩我一脚 我懂 你是有苦衷的 你想打听消息 观察我跟阿飞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你用心良苦 也是为了我们夫妻俩好啊 真是奇怪 我突然之间觉得 你有悔意 感受到你有诚意 其实家家呢 没了一个知错能改的好爸爸 是不行的 只要是阿飞跟家家有事 我一定万死不辞 那你什么受死啊 你觉得他有诚意 是因为他转了一笔钱 到你的账户 你们男人全都是这样 定义当前就没了底线 喂 我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你们别在我面前唱双簧了 总之一句话 两个星期之内搬出去 哇 不就等于 用完就扔 两个星期啊 听到没有 船跑久了 最大的收获就是一身失诊 你双簧了 他就像不一样了 起来 chts's Ferial 一篮子毛线呢 支给大人的 八成是支给那个贱人小三的 回香港这么久也没出现过 一定出事了 爸 麻烦你帮我打探 你去叶总会还帮你打探 去Gary家打台湾麻将啊 是不是真的 我有骗过你吗 好 到了坐下拍张照片发给我 我就留碗糖水给你 不许关机啊 我随时出机检查 好 你去打探 走吧 臭小子 自己先出轨 还冤枉我女儿 正好正好正好 哎呀 我煮了糖水啊 是时候呢 我要来跟我的宝贝女儿聊聊私房话啊 那我还煮了糖水 等一下你呀我呀佳佳一起吃 全都吃完 去你刚才又没说要留给佳佳 哎 爸爸喜欢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都不会完全表露出来 那这样 你喜欢谁我就喜欢谁 行了吧 我不相信你 所有男人我都不相信 连家家也一样 别这么认真 啊 很漂亮的围巾 肯定不是只给那些臭男人的 哎 给风华 不对啊 风华 是走个性路线的 哦 司磊 司磊冬天都不想穿衣服 围巾 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啊 我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 那 如果答应的是个男人的话 你真的别太认真了 男人答应女人的事 都不会放在心上 随时可能若无其事 爸爸 嗯 我真的很没用 我已经治好了 人也走了 什么都没说 说走就走 说飞就飞 谁怎么坏 奥巴 我走他 我走他 他去英国了 最后一面都没见 发条信息就算道别了 嗯 骗到你跟家家的感情就一走了之 这个臭小子 你没让他占便宜吧 你没让他占便宜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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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呢 就像 孙悟空一样 又好色又下见 好男女人 晕头转向的时候 然后就说 我 我 到此一游而已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是他把我扶回来的 然后帮我在网上取名救世主 开了一个账号 叫人做菜 他跟我说 希望我有自己的事业 就不会被人欺负 他还帮我想了一个概念 辞服那个概念 去做发布会 逼我想办法 去争取金刚塔的项目来做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找回我自己 有了自己的目标 我开始真心喜欢他 他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走了 他说自始至终 对我只不过是好奇 为什么男人都这么绝情 男人每一个人都是狂风浪蝶呀 把女人当成花花草草 踩完这朵踩那朵 没有真心 我是男人都想扇自己两巴掌 爸爸你怎么会你对妈妈这么好 你看你跑船这么久都戴着他的项链跟照片 如果年轻时 没那么大野心 要跟明厨学做甜品开餐厅 你妈妈生病也不会瞒着我不去看医生了 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因为妈妈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所以你就去跑船了 妈妈现在笑你 说你懦弱 你不会让妈妈担心的 对吧 我告诉你啊 人生就好比是一顿大餐一样 虽然呢 剑雄这道头盘不好吃 第二道菜浩田也有失水准 没关系 你放心 你又漂亮又能干 老天不会亏待你 一定会奖励你一道精彩的甜品 有道理 所以你别想了 别吃了 不行啊 我一定要织好 织好以后就还给她 这样才互不相欠 你看我女儿对你多好啊 你别让我看到你啊 要是让我见到她的话 把她咽一半 让她做男人也不行 做太监也不行 那你还是全焉了吧 全焉很贵的 全焉要全身瓦剑 麻醉师 你知不知道一个小时多少钱 我看你我红蓝 可以去那里边 你应该去那时 生活过后 有马云 我看你 对你 没什么 你 你 走得更近 同樣寂寞敏感 陪在之邪 纏繞滿腦時疑問 寧願轉身降溫 如果想飛不要等 如果想哭不要忍 如不懂相處為你解困 從頭謙信學愛也 如果想哭比較